明朝民间故事 杨一乱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时期 西安府有户叫郭一峰的男子 从他父亲开始 开了一间面馆 以卖浇汤面和脱脱模为生 他父亲是个讲究人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做出来的浇汤面 那是汤汤 清亮一香 白不可闻 面条更是粗细一致 有嚼劲 再配上一个脱脱模 顶恶又美味 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郭一峰深得父亲真传 他也是个有将心的人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梳立起了口碑 而且价格公道 同走无期 所以生意特别好 郭一峰娶妻无事 二人生下一子 名叫郭锦荣 郭锦荣从小跟在父亲身边 他心灵手巧 又踏实认真 十二岁时就熟练掌握了家传手艺 十六岁时 做面 老模的记忆已是炉火纯青 相比于父亲更胜一筹 值得一提的是 郭锦荣不仅手艺好 而且相貌特别英俊 他五官精致 轮廓分明 名模好齿 身材修长 妥妥的美男子 郭家虽不是大户人家 可也吃穿不愁 如今郭锦荣到了失婚年龄 媒婆就上门有意说亲 对此 郭锦荣就对父母说 我已经有了心仪之人 她就是对面孙家的清禾姑娘 我们已经私病终身 就让媒人上她家提亲吧 原来 郭锦荣和孙清禾从小一起玩耍 清禾若是被人欺负 锦荣必定会站出来护着她 还对她说 我要保护你一辈子 后来二人渐渐长大 有了男女之别 虽然接触少了 但毕竟门对门 还是能时常相见 从彼此的眼神中 都能看到欣喜之意 孙家以卖包子为生 每当景荣早起准备食材之时 清禾总会送些包子和米粥过来 而中午景荣便会送些浇汤面 和脱脱模与她家 两家真的是门当户对 彼此之间也相互熟悉 而且清禾长得小家碧玉 乖巧可爱 淳朴善良 真如名字一般 似那清水荷花 很是招人喜欢 既然儿子有意 清禾有情 郭一丰夫妇自是没有意见 就依着儿子拖了没人上门提亲 清禾父母对景荣也很满意 就同意了婚事 三个月后 国家一顶花轿将清禾取回了家 婚后 二人恩爱有家 如交似妻 日日温存 夜夜缠眠 是那人间鸳鸯 比一又连之 月余之后 郭景荣和孙清禾一起 出现在了面馆之中 忙活起了生意 景荣负责做面落模 清禾负责迎客收账 夫妻二人一个英俊不凡 一个貌美如花 一个手艺精湛 一个笑脸迎客 本就很好的生意更加兴隆 每天来面馆的人排成了长队 由于生意太好 郭景荣和孙和花每天从早忙到晚 累得精疲力尽 吃过晚饭就躺下睡着了 夫妻知事也没得力气做了 郭一峰夫妇一直等着抱孙子 可半年过去不见儿媳有动静 就把儿子叫到跟前 训斥了一番 又说赚钱的时候多着呢 不急于一时 趁现在年轻力壮 抓紧时间要个孩子 我和你娘身子骨都还好 这店里生意就由我和你娘来照看 你们夫妻二人就先休息一段时日 把精力都放在传宗接待室上来 郭景荣也觉得这段时间 妻子跟着他受累了 如今刚好让清禾放松放松 就带着他每日里游山玩水 这日用过早餐 郭景荣就带着清禾出了门 准备带着妻子去中南山 看看自然美景 二人沿着山间小道 一路前行 两边是抑郁葱葱的森林 还有那山间的小白鹿 小猴子很是可爱 清禾见着欣喜 郭景荣看着开心的妻子 他从身边折了一只花朵 插在清禾的耳旁发际间 两人四目相对 满满的爱意 正当景荣想拥抱清禾之际 山中飘来了一团白雾 瞬间把二人笼罩 不知多时 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同消失的还有清禾 郭景荣四下一看 不见清禾的身影 一时间惊慌失措 边喊边找 可始终不见回应 想到刚才突然出现的一团白雾 难得是有妖怪在作祟 清禾是被妖怪抓了去 如今找不到清禾 他是又急又怕 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了起来 面前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说 公子何故如此悲伤 景荣抬头一看 一位白衣女子站在身前 身姿曼妙 清新脱俗 如那出尘绝世的仙子一般 虽未施粉带 却也美得惊魂动魄 景荣说 我刚和妻子在此游玩 突然飘来一团白雾笼罩了我们 白雾消失后 妻子却不见了 怕是被妖怪抓走了 文言 女子尖尖一笑说 公子真会说笑 我家就住在这山中 从来没有听说过此地有妖 更何况现在正是大白天的呢 景荣听着白衣女子的话 觉得有些道理 可还是说道 那我妻子去了哪里 怎么也找不到 女子说 这样吧 这地我比较熟悉 我带着你 帮你一起找找看 于是 他们就在附近到处寻找 找遍了附近各个地方都未见清河 景荣急得团团转 女子说 莫不是当初你二人一时走散 你妻子寻不到你 就先回家了吧 不如你先回家看看 我在此地等着 若是见了你妻子 就告诉于她 景荣觉得很有道理 就急匆匆地回到家中 并没有见到妻子 又跑到岳父家也不曾见 景荣便痛苦着 对爹娘和岳父 说了事情的经过 听到清河不见了 两家立即带着人上山去找 可找遍了附近角落 依然不见清河的影子 两家都心急万分 无视更是哭成了泪人 女子宽慰她们说 你们不必着急 她兴许是在山中迷了方向 说不定过几日就突然回来了 景荣这才想起女子 一直帮助她们寻找 忙对她说 今日还要谢谢姑娘 老你帮忙找了一天 我叫景荣 还不知姑娘方明 以后我也好报答 女子说 我叫杨之玉 就住在山脚下 你就叫我知玉吧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不如大家先到我家中歇歇脚 景荣芒说道 今日已是劳烦知玉姑娘 怎可再做打扰 如今未找到妻子 明日还要去官府寻求帮助 我们就先行告辞 以后再答谢姑娘 随后和家人一起回法 第二日 郭、孙两家一早就来到知府衙门 刘知府又是难得的清官 知道人丢失后 很重视 立马安排牙医去山中寻找了起来 可是一连找了五日 也没有找到清河 刘知府又命画师 画了清河画像 寻人启示 贴满了西安府 乃至各个县中 粤余后 依旧不得消息 刘知府对郭景荣说 过了这么长时间 估计你妻子恐怕凶多吉少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继续让人留意的 若是有消息 我遣人通知你 自从清河失踪后 景荣非常心痛 每天都去中南山那里独自喝酒 她希望有一天再出现那团白雾 把她也一并带走 这样她就能和妻子相见了 这天 景荣正独自一人喝闷酒 又遇到了知狱姑娘 景荣问她怎么也来了这里 知狱说 我在山间采药 每日里都会过来看看 心想兴许能遇到清河 可我清河没见到 反倒是见你每天在此地借酒消愁 所以特意来劝劝你 景荣听后很感动 自己与她非亲非故 知狱姑娘还每日来此帮她寻妻 现在又想安慰自己 就对知狱说 谢谢你的好意 我妻子不在了 心里难受 我每天来此 是希望再遇到白雾 就能与妻子相见 知狱说 你呀 千万不要想不开 虽然你没了妻子 可你还有父母亲人呢 想想你父母 岳父他们年事已高 需要你的照顾 你要振作起来 不然家人也会因你而伤心的 清河若是知道你如今模样 我想她也是不愿意的 希望你早日从悲伤中走出来 奈何郭景荣对妻子感情极深 杨知狱劝解半天也不见好转 后来知狱每天都会来此 陪着景荣聊聊天 有一天 两人坐在一起聊天 杨知狱就对景荣表了白 知狱说 景荣 你还年轻 不能一直活在悲痛之中 清河如果知道你这样孤苦伶仃 他肯定也不会心安的 若是你不嫌弃 我想替清河照顾你一辈子 作为过来人 郭景荣早就明白知狱的心意 以前只是未曾点名 如今知狱说破 他也只好对他说 知狱 你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心里只有清河一人 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你美若天仙 心地又善良 以后肯定能遇到更合适的人 虽说知狱被拒绝了 可他并不曾放弃 像往常一样 每天来此陪着景荣聊聊天 这天 郭景荣酒后小姐 不慎摔倒 扭伤了脚 等知狱来到后 就看到他脚腕处红肿的厉害 随即一路扶着他下山 去了城里找了郎中医治 又把他送回了家中 郭景荣因为脚伤 这些天都在家中休息 知狱姑娘每天都会来看望照顾与他 景荣心里很是感动 心思便有了一些改变 慢慢地打动了他 郭父郭母看在眼中 记在心里 见到知狱姑娘如此美丽善良 对儿子也是无为不至 心想着若是能成为儿媳就好了 后来岳父也来劝解他说 我知道你对清河情深 但现在找不到清河 你也不能一直这样消沉 趁现在还年轻 若是有喜欢的人 就再去吧 总要为郭家留个后 景荣说 岳父 这段时间我也想开了 以后我会振作起来的 只是我心里始终放不下清河 如今他找不到了 以后我就替他孝顺与您 岳父说 你能想开就好 可你还年轻 总不能孤单一生吧 我看那只玉姑娘就不错 人美心善 对你也上心 不如就把他娶回家吧 景荣说 岳父 等等再说吧 也许清河他能回来呢 半月后 景荣脚伤痊愈 他又往山上去 路上遇到一群牙蚁 牙蚁搬头见郭家面馆的景荣小子 就对他说 郭小子 最近这里不太平 已经有不少精壮男子接连失踪 现在已经人心惶惶的 你还是赶紧回家吧 景荣问道 怎么回事 是这里有什么劫匪吗 牙蚁说 目前还不清楚 知府大人派我们前来搜查线索 现在还毫无紧张啊 你还是快回去吧 景荣却没听劝 认为这里自己来了不知多少次了 熟悉得很 就对牙蚁搬头说 我去去就回 不会多代的 随后上山来到清河消失的地方 他在那里自言自语道 清河 我想通了 如今你找不到了 我必须振作起来 不能让父母和岳父担心 以后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也希望你早点回家 以后我可能不会常来这里了 说完转身离开 回家途中 突然被一个道长拦住去路 道长说 年轻人 我看你身上有妖气 你家最近是不是出了祸事 景荣说 大师 前些天我与妻子山中游玩 遇到一团白武戏来 之后我妻子就不见了 至今没有找到 待到景荣把事情经过说完后 道长又问道 你最近是不是交接过陌生人 景荣说 没有啊 自从找不到妻子后 我每天就去山上等待 并未与其他人接触 哦 对了 妻子失踪那天 我认识了一个白衣女子 名叫杨之玉 她人非常好 很善良 道长说 原来如此 那女子就是妖怪 她本是一头母羊 有一天她在山中 误吃了一株万年野芙苓 才得以化形 那芙苓旁边生长着一片贪银草 也一病被她吃了 导致她好色贪银 听说 最近这里不少精壮男子失踪 一定是这畜生在作怪 他定是那天见到你英俊 想与你结为夫妻 长期与你交欢 才把你妻子抓走了 这段时间与你接触 是想让你心甘情愿啊 听到道长这么说 景荣惊慌地问道 大师 那如今该如何是好呢 道长说 莫荒 我这里有瓶浮水 明日你还去山中饮酒 提前把浮水放入酒中 骗她喝下 她就会现出原形 另外这个镇摇尺你也拿着 藏于袖中 等她现出原形后 就用镇摇尺抽她一下 就会镇住她的法力 道师我自有感应 就会前来收服此妖 第二日 景荣又在路上遇到了牙医们 就对牙医搬头而语说 我已知晓失踪案的原因 你安排人在此等候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的 牙医搬头论景荣原由 景荣却不肯多说 搬头虽然疑惑 但还是选择等上一等 景荣到了山中 不一时知遇便来了 二人坐下后 她对知遇说 知遇姑娘 我想通了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知遇欢喜地说 我自然愿意 以后我们就长相厮守一辈子 景荣端上酒杯说 好 今日高兴 我们共饮一杯 明日我便让没人来提亲 知遇自是高兴 于是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知遇刚想放下酒杯 靠在景荣怀中 可还没等她行动 就突然浑身难受 身体开始变化 不一时就变成了一头白羊 景荣连忙拿出袖中的震腰吃 对着白羊身上就抽了一下 白羊吃痛慌忙逃窜 景荣紧随其后 只见他跑进一座山壁不见了踪影 这时 道长也跟了过来 他说这山壁后乃是一山洞 被他用了障眼法折壁住了 说着浮尘一甩 洞口浮现而出 他对着洞中喊道 念处还不出来 更待何时 不一会 一头白羊从洞中而出 随后道长嘴里念念有词 浮尘一甩打出一道金光 收入白羊眉心后 惨叫一声而倒 道长说 妖念已除 此间太平 快去下山喊牙医把你妻子和洋妖掠走的男子 接出来吧 景荣一听自己妻子还活着 飞快地跑入山洞 看到妻子安然无恙 开心不已 清禾说 洋妖对他说 要和你结为夫妻 以后我和那洋妖会如同姐妹 共事一夫 就没有伤害我 只是后来被他掠来的男子就惨了 景荣顺着清禾的手指一看 一群男子骨瘦如柴 这哪里是精壮男子 吓了他一跳 随即跑下山去喊来牙医 一起把这群男子都抬了出去 道长说 洋妖贪饮 只顾寻欢 这些男子都被他耗掉了阳精之气 你们把他们带回去 把这白羊熬汤 给这群男子喝下就好了 国家面馆内 郭一丰熬了满满两大锅羊汤 又对儿子说 只喝羊汤也不是事 你把脱脱膜撕成小块 放入碗中 给大家食用吧 随后 把做好的羊肉泡膜分给大家 大家吃着口感甚佳 美味又暖身子 让大家意犹未尽 不知不觉中身体都恢复如初 至此 西安府内的羊银之乱 终于平息了下来 国家因此多了一道美食 起名为羊肉泡膜 大家听那些男子说了后 都来到国家排队 只为了那口羊肉泡膜 国家的店铺 一时间成了名店 羊肉泡膜也成了西安府的特色美食 生意更上一层楼 有前后的国家 经常做些善事 扶贫济困 成了有名的大善之家 而清禾和景荣二人也幸福美满 他们生下两儿两女 一家人幸福快乐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